五谷杂粮研磨 首先倒入预先准备的干净的研磨食材 在选择粗细调节旋钮上顺时针两圈 能听到吱吱声便可 慢慢抽出下料阀门 开始下料打磨 为演示机器效果 拍摄时出料口未使用布套 使用时出料口需套上布套 这样普通的研磨工序就完成了